哈喽大家好,我是莫兰,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家庭种植的,如果您喜欢这一类的话题,就请点赞订阅,并且打开小铃铛。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醋在菜园里的十种妙用。 醋是我们家家户户厨房的必备品,但是您知道吗,醋还可以用于种植蔬菜,醋同时具有有机肥和有机杀虫剂的功效。 我们来看看,醋在菜园里的十大妙用。 第一,食醋可以控制真菌,有些植物很容易被真菌感染,叶片上就会遍布黑色或灰色的斑点,这些就是真菌感染或霉菌。 这些就是我们通常会遇到的黑斑病、灰斑病、白粉病等,这种病通常发生在蔬菜的净杆和叶子上, 严重时还会出现在果实上。 这些由多种真菌引起的病害,在潮湿的环境中特别容易传染。 我们可以使用食醋来预防和控制。 按照1比100的比例对水喷洒患病的蔬菜汁液,能有效地减少这些病害。 醋中的乙酸,对杀面真菌非常有效。 如果用浸泡过蒜头的醋,加水200倍,喷洒被真菌和霉菌等感染的叶面三次就可以治好。 另外,喷洒食醋溶液,对番茄、辣椒的各种病害,大白菜、软腐病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 需要注意的是,不要加入太多的醋,浓度过高,会烧坏植物的叶子。 第二,杀死鼻涕虫和蜗牛。 醋可以用来杀死蜗牛和鼻涕虫,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,不会像食盐那样,会给土壤带来新的问题。 具体方法是,用2茶匙醋加2茶匙食用油,充分摇匀。 再加入1公升水,用这个溶液来喷洒蜗牛和鼻涕虫就可以了。 第三,制虫害。 用米醋可以防止戒壳虫等虫害,效果很好,同时对牙虫、红蜘蛛也有明显的防止效果。 把醋倒进瓶子,再加入100倍的水。 在配置各种刷虫剂的时候,我会加入一些食用油来提高刷虫剂的附着力,增强效果。 充分摇匀后,装进喷壶里。 喷洒在叶片上,每周喷洒一次就行,可以有效预防病虫害的产生。 据研究发现,植物的很多虫害,比如牙虫,适宜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繁殖生长。 在叶面喷洒食醋溶液后,可增加叶面酸性,进而抑制或杀灭不适宜酸性条件的病虫害,达到防止效果。 第四,调节土壤酸碱度。 用米醋来改良种植土的碱化,没有副作用,效果十分理想。 种植一些特别喜欢酸性环境的蔬菜,如果土壤酸度不够,可以将米醋加水十倍,喷洒在土壤里,拌匀。 有些很少下雨的地区,土壤很可能偏碱性,可以经常加些米醋水来改良土质,预防土壤碱化、板结。 第五,用来帮助扦插的植物生根。 米醋有助于洗酸植物、玫瑰花等的扦插繁殖。 可以把处理好的枝条下端在米醋溶液中浸泡半小时左右,再按正常方法进行扦插。 用米醋水浸泡过的插条,细胞分裂加快,伤口愈合迅速,很容易生根,成活率提高。 六,促进种子萌发。 醋对促进种子发芽有较好的效果,特别是一些很难发芽的种子,如常见的丝瓜、芦笋和香椿等。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,首先用10毫升米醋加50毫升水,把种子浸泡在这样的溶液中。 一个晚上,第二天就可以正常育苗了。 第七,醋是理想的液面肥。 我们日常食用的醋中除含有4.5%左右的醋酸以外,还含有氨基酸、乳酸、核干酸以及微量的细胞分裂素等营养元素。 把醋溶液喷洒在蔬菜叶面上后,这些营养物质被蔬菜吸收,能增加植物内部营养,加快叶氯素形成,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。 促进物质代谢活动,增强抗逆性,促进蔬菜植物健壮生长,提高蔬菜品质。 米醋液面肥的制作和使用方法。 米醋兑水300倍到500倍,10天左右喷洒一次,连续喷洒3到4次。 实验数据表明,在番茄开花结果期,喷洒米醋液面肥,番茄增产17%到32%。 在黄瓜开花挂果前,喷洒米醋溶液,能增产18%到20%,大白菜喷洒米醋溶液,可增产10%以上。 另外,据有关资料介绍,玉米、地瓜、大豆、大葱等作物,喷洒米醋叶面肥都能增产。 使用米醋叶面肥最好的时候,使蔬菜苗到花累期,一般要在清晨和傍晚喷洒,避开酷热的阳光。 顺便提一下,所有自制的有机叶面肥和有机杀虫剂,都需要先在一部分叶子上做个实验,没有问题了,在大范围喷洒。 第八,醋是很好的有机除草剂。如果您家院子里,石缝或墙边出现了一些杂草,就可以用醋来灭掉。 醋酸可以破坏杂草的细胞,阻止光合作用,使杂草枯死,而且不会改变土壤PH值。 喷洒石醋杀草剂的时候,要避免喷到蔬菜和草坪上。 家用的石醋可以直接用,如果是圆溢醋的话,需要稀释再使用。 我是在米醋里,加一些食用油,增加附着力。 阳光灿烂的时候,喷洒在我想要除掉的杂草上。 第二天,看效果,如果杂草还有很多绿色,就再喷一次,几天之后,这些杂草就会完全枯萎。 九,控制蚂蚁。 咱们种菜的时候,需要防范蚂蚁,因为它们会在植物的枝叶上饲养很多牙虫。 只要发现蔬菜周围有蚂蚁,就需要特别小心了。 食醋可以驱赶蚂蚁,让它们不敢靠近。 方法是,用一份醋加500倍水,喷洒在蚂蚁经常出没的地方,或者直接喷在蚂蚁窝上。 醋的强烈气味会让蚂蚁远远绕道。 每隔几天,喷上一些醋溶液,蚂蚁就逐渐消失了。 需要注意的是,喷洒醋溶液的时候,不要靠近根部,不要直接喷洒在土壤里。 第十,我们可以用醋来给切花保鲜。 方法是,两勺醋加两勺白糖,混入一升清水里,把鲜花插在这样的溶液里,之后每过五天,再重新配置一次这样的保鲜液,就可以延长鲜花的花期。 用上这种保鲜剂的切花,比只用清水的鲜花,可以多开放两倍的时间。 好了,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咱们下周二,下午四点半,再见。